大家好,我们在给兰花翻盆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根无叶的这种老炉头 那么这些老炉头的话,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可以把它留下来,经过一些处理 然后呢,把它摘种好,后期呢,它还是能够发出这个新芽出来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变成一盆新的兰花了 那么我们在摘种这个老炉头的时候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如果你这一点没有注意好,就会很容易导致这个兰花的老炉头发出来的新芽会出现腐烂的现象 那么是哪一点呢,其实这一点的话主要就是摘种的深度的问题 兰花老炉头在摘种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够过深 如果我们摘得过深,再加上这个老炉头啊,它没有萌发的这些新芽的芽眼的话 大多就是长在这个炉头的中上部 那如果你摘得过深,那萌发的新芽刚开始就会埋在这个土壤里面 那在土壤里面的话,它无法见光,而且呢,因为土壤可能相对比较湿润的话呢 就很容易导致这个新芽呀,还没出土就已经腐烂了 那么我们要想让它的新芽能够顺利的生长,顺利的破土而出 那么我们摘种的时候呢,这个深度一定不能够过深 最好了摘种的话,大概就是整个炉头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深度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部位呢,让它全部漏在这个外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摘种好之后呢,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能够给它强光曝晒 最好就是给它有一点柔和的散色光照就可以了 如果光照太强了,也是不利于它发芽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阴阳是容易发芽,养养的是容易开花 就是这个原因了 等到这个炉头已经长出了新芽 那么在养护期间的话呢,还要经常给它喷洒水物来增加湿度 有利于它这些新芽的生长 平时呢,还可以给它适当的用用肥 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些纯核塞栽种是没有什么营养 而新芽生长呢,它对营养的需求又是比较高的 我们呢,就可以用上这种南科专用的有金养液 将它稀释大概两到三千倍左右 浓度一定不要过高 然后呢,大概就是十天半个月给这个炉头啊,给它进行喷湿一次 这样呢,既不会伤根,又有利于这个新芽的快速生长 所以呢,栽种南花的老炉头的话 这个深度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一定不要摘得过深 那么后期直接光照湿度把握好了 很快它就能够爆出这个新芽出来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